王一博生日热搜引发粉丝热议,他与肖战的CP粉热情不减,究竟两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呢? 视频中,我们将揭秘那些显为人知的幕后故事,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一博和肖战。 快来一探究竟,别错过这个令人好奇的瞬间。 王一博生日热搜引猜测,博军一销CP粉热情不减,真实关系揭秘。 今天是王一博的生日,热搜榜上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话题,王一博到了肖战拍陈情令的年纪。 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,点进去一看,全是关于博军一销CP的内容。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这个热搜话题让不少人猜测,这是否是王一博在向肖战表白的一种方式。 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,这个热搜话题不过是CP粉们的热情所为,与肖战和王一博本人并无直接关系。 博军一销作为娱乐圈的一大CP,一直以来都拥有极高的人气。 两人的粉丝坚信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,即使在肖战和王一博已经结榜许久的情况下, 依然有不少粉丝坚持认为他们是真爱。 对于这种观点,瓜也表示,已经解释了无数次,两人的关系并非粉丝所想的那样。 王一博和肖战因陈情令而爆火,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。 然而,随着人气的攀升,两人也成为了竞争对手。 在资源分配上,他们的冲突十分严重,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关系。 在那种竞争激烈的条件下,即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,也难免会产生矛盾,更何况他们只是曾经的同事。 近年来,随着王一博和肖战开始转型,各自的赛道有所不同,两人之间的关系才逐渐有所缓和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恢复了曾经的亲密,他们依然是各自为战,各自发展。 在这个娱乐圈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,肖战和王一博也不例外。 回到今天的热搜话题,我们可以看到,尽管肖战和王一博已经很久没有公开互动,但博军一销的CP粉依然对他们充满热情。 这份执着让人感叹,也让人反思。 在粉丝心中,肖战和王一博的关系被赋予了太多美好的想象,而现实中的他们,或许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 娱乐圈的CP文化由来已久,粉丝们在追星过程中,往往会将自己对美好感情的向往投射到偶像身上。 然而,现实生活并非童话故事,肖战和王一博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。 作为粉丝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,不要过度解读他们的关系,更不要将个人的情感强加给他们。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我们祝愿王一博生日快乐,也希望肖战和王一博都能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同时,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娱乐圈的CP现象,不要让虚构的感情影响到艺人们的生活和事业。 总之,王一博生日热搜引发的猜测,再次将伯军一销CP推向风口浪尖。 然而,事实告诉我们,肖战和王一博的关系并非如粉丝所想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,他们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,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理解。 愿肖战和王一博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,各自精彩,活出真实的自己。 杨子亲册新品茶品美味超预期。 明星代言商品,这一直都是娱乐圈中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潜规则。 眨眼间,大大小小的品牌都争相邀请各路明星来代言自家产品,试图借助他们的人气吸引更多消费者。 但是,当一些明星亲自尝试了所代言的商品后,却露出了惊悚的表情,甚至直接吐了回去,这无疑给明星代言这一营销套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近日,备受关注的女明星杨子就经历了这样一番尴尬的场景。 只见她在为某款茶饮料代言时,妆容精致,衣着华丽地向观众推荐这款产品。 然而,当她拿起瓶子,将吸管含在嘴边小小的作了一口后,眉头顿时紧紧地皱了起来,一脸反感和嫌弃的表情,仿佛喝到了什么人类未曾尝试过的神秘液体。 就在大家惊呆了的同时,养子又麻利地将这一口茶水吐了回去,一点也没有喝下去。 此情此景,不由地让网友们纷纷调侃,养子啊养子,你这是真爱还是假爱啊? 究其原因,原来这款茶饮料竟然出自一家2019年最后一天才成立的小厂,养子自己都不放心喝,更何况让粉丝们去尝试。 无疑,这对于那家茶饮料厂来说,无疑是一记重重的打击。 不过,即便养子对这款产品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反感,但它仍旧展现出了对工作的高度重视。 毕竟,作为一名专业的演员,他还是亲自尝试了所代言的产品,这种不怕牺牲的敬业精神,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。 说起明星代言商品这件事,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一直都是一个充满猫腻的潜规则。 有的明星明明自己都难以下咽,却要让大家去买单,这实在是太不厚道了。 不过,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明星,才让我们意识到,在盲目追捧明星代言时,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不要轻易被他们的营销套路给忽悠了。 毕竟,明星代言商品的目的,无非就是为了圈钱而已。 大家可要擦亮眼睛,不要轻易被这些所谓的真爱所蛊惑。 杨子亲测新品,茶品美味超预期,这一信息迅速引起了广大粉丝和茶饮爱好者的关注。 作为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,杨子不仅以其精湛的演技和可爱的形象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, 同时他的生活品味和推荐也经常成为大家追逐的焦点。 此次他亲自测试并推荐了一款新的茶品,更是让人们对这款茶充满了期待和好奇。 首先,杨子作为公众人物,他的品味和选择往往会影响许多人的消费决策。 他选择推荐的产品,一定是经过了他自身严格的测试和体验。 此次他亲测的茶品,不仅在味道上给他带来了超预期的美味体验, 而且在品质和健康方面也必定经过了他的认真考量。 杨子以他的一贯高标准为这款茶品背书, 无疑为这款产品增添了极大的可信度和吸引力。 其次,茶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, 茶不仅是一种饮品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。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和重视茶文化, 希望通过品茶来放松身心,陶冶情操。 杨子亲测并推荐茶品,正式契合了这一现代人的需求和心理, 唤起了大家对茶文化的兴趣和热情。 再次,杨子亲测新品茶品并给予高度评价, 这背后还有着品牌营销和公众关系的深层次考量。 现代市场竞争激烈,各大品牌都在寻找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和推广渠道, 以期快速打开市场,赢得消费者的认可。 杨子作为一线明星, 其巨大的粉丝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, 使得他的推荐具有极高的传播效应。 品牌通过杨子的亲身体验和真实反馈, 可以迅速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 从而在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。 从粉丝的角度来看, 杨子的推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消费指南。 许多粉丝出于对杨子的喜爱和信任, 会积极尝试他推荐的产品, 并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感受。 这不仅增强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和联系, 也为产品的推广和口碑传播提供了天然的渠道和动力。 此外,杨子亲册新品茶品并给予超预期的美味评价, 也为茶饮市场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。 近年来,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和消费升级的趋势, 茶饮市场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高端化的发展态势。 消费者对于茶饮的需求不仅限于解渴, 更希望通过品茶来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和体验。 杨子的推荐, 无疑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优质的选择, 也为茶饮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。 然而,尽管杨子的推荐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, 但作为消费者, 我们在选择和购买产品时, 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审慎。 毕竟,每个人的口味和需求不同, 对于茶品的评价也会有所差异。 因此,在尝试新品茶品时, 不妨多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, 结合自己的喜好和需求, 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 总的来说, 杨子亲测新品茶品并给予高度评价, 不仅体现了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品味的分享, 也为茶饮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关注度。 这一事件的背后, 不仅是杨子个人影响力的体现, 也是现代消费文化和品牌营销策略的生动写照。 在未来, 随着杨子和其他明星不断尝试和推荐更多优质产品, 我们有理由相信, 这种基于真实体验和口碑传播的消费方式, 将会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方向。 最后, 我们期待杨子能够继续保持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品质的追求, 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推荐和分享。 同时, 也希望更多的消费者能够通过这些推荐,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, 享受茶品带来的美味和愉悦。 无论是杨子的粉丝, 还是普通的茶饮爱好者, 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,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好茶, 体验到那份超预期的美味和满足。 感谢观看,